第九十四集 听下第一勺 随即换来菜馆掌柜要来笔墨 把听下第一勺的感叹输于纸上 吃客中有人看见提词下款的提名 就跪下来 连胡大人 众吃客闻听此人大名 纷纷跪下一片 大员微微笑着走出门去 掌柜的捧着提词又惊又喜 随后花重金做了扁牌 门楣上挂起天下第一勺的金子招牌 生意红火兴盛极了 陆马勺扬名古城 达官贵人 富商巨头 为于红白喜事 祝寿过生日 或为孩子做满月宴请宾客 都以请去天下第一勺为荣耀 官府衙门清兵标营 欲有重大庆典活动 犒劳会餐 也必是请陆马勺去做菜 沙娃则不仅得到分量沉淀的 红包赏银 而且与古城上流社会的人物 有了私交 陆石峰有啥事 用得着时就开口 有钱的 有权的 有势的 包括死狗赖皮 接旋子 都这样许诺 沙娃终于有了 出气报复的机会 卢头刚刚洗了手脸 准备就寝 两个标迎兵勇 来传话说 请他去给陆师傅 帮帮忙做菜 卢头丝毫也不敢怠慢 颠上烟袋就走了 卢头跟着兵族走进军营 又走进一间拐角的屋子 看去像是 累堆马料的一个仓库 里面独自坐着沙娃一人 在消停地抽烟 他就奇怪地问 不是说叫我来给你帮忙吗 沙娃说 你先抽点烟缓缓气 卢头刚坐下装烟点火 沙娃矜持地问 你还想让我给你做骂打操 那三件事不 卢头从嘴里拔出烟袋 从椅子上溜下来 就双膝跪倒了 连连求告宽束 沙娃阴冷地笑笑 你这膝盖很软软 说完就弯到地上了 卢头说 好路实啊 我叫你碎爷 你现在 咋样酿着我 我都不吭一声 沙娃说 我骂你 先臭了我的嘴 打你 害怕脏了我的手 用你们河南的话 不说日 说操 操你靠子 会见了我的 卢头虚汉直茂 我不是人 是猪 是狗 是王八是畜生 沙娃说 你先前怎样骂我 现在就怎样骂你自个儿 先前怎样打我 现在 你就照那样打你 站起来开始 卢头站起来 左手抽左边耳光 右手抽右边耳光 自己撕自己耳朵 拧自己脸皮 口里连续不断地骂着自己 我操我妈 操我奶 操我姐 操 少娃抽着烟 靠坐在椅背上 欣赏这个怪物 自打自骂 一边说 使劲骂 使劲打 不准停下 直到卢头 抡不动胳膊 骂不出声来 死猪一样 瘫倒在砖地上为之 少娃说 好嘛 你就歇一阵 起来再干 卢头缓过气 歇出了劲 又爬起来 重新表演 一直反复表演到后半夜 抽打丝拧的脸皮 青红绿紫 耳朵 堂血 瘫在砖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了 少娃说 算了 到这儿为止 现在 该做第三件事了 脱衣 强拦脚脚 少娃说 小娃说 小娃说 弟兄们 明白到这儿来做啥不 五个人都面面相去 摇头不小 少娃说 我跟弟兄们一样 也是讨吃要喝 竞成的 强拐脚那个人 建了叫花子 就拿勺子砍砸脑袋 弟兄们 今日个 出口气吧 五个人嗷嗷叫着 挽袖子伸胳膊 少娃说 这个人 是个尻子客建筑 你们操他的尻子 操一回 我给你一块打烊 谁当场操完了 我立即兑现 说吧 就把一摞子白光光的银元 堆到桌子上 五个人瞪大了眼睛 瞅着银元 眉里眼里都活翻起来了 竟然为 争先拿到头一块银元 而争执起来 少娃把五个人 按个头 从高到低 拍了顺序 说 弟兄们 甭争甭抢 银元你们挣不完 我还怕你们挣不完嘞 开始操吧 操完毕 自己去拿钱 说吧 就退到李坚套房里去了 过了许久 少娃走出套间 桌子上的银元落子 还没削下去一半 炉头已经像死粥一样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跨骨底下压着一堆 腥臭的血污 少娃说 弟兄们 把剩下的银元分了 顺手把这人抬出去 撂到城墙根完事 陆马勺随后回到园上 他雇了一辆双套马车 车上装着整袋整袋的面粉 蔬菜 牛羊肉 和炒锅炒瓢 勺子等等 他请大哥二哥帮忙 在货场的院子里 雷起锅台 安上风香 晚上煮烂了牛羊肉 第二天 就到村子里 请那些过去 给他施舍过饭时的 大爷大伯 婆婶嫂子 来吃一碗羊肉 和牛肉泡沫 白鲁村里的施主 吃过以后 再邀请到临近的村庄 随后就成为 整个园上 所有施主 自动赶来享受了 马勺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从早到晚 施力在造锅旁 亲手掌勺 把一碗又一碗 煮熟的泡馍 送到恩人手里 他们就蹲在院子里吃 马勺没有空闲 和人们说话 许多人看着 累得皮松眼红的小伙子 滴下了眼泪 这个讨饭娃子 是个情深义重的君子 有个没有施舍过的人 也混杂进来 捞一碗泡馍吃 用筷子一脚 搅出一窝麦草 悄悄放下挽留了 原来 这个人非但没给马勺 一块磨 反腰和狗 咬烂了马勺的腿 马勺报答了 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 也报复了 伤害过自己的人 那个临时累气的灶锅 才宣告熄火 随之 马勺便开始 置田买地 修筑房屋 骤然间成为 白鲁村的首富 两个哥哥不再出门 去熬长工 反而雇佣起长工来了 马勺仍然到城里去 继续刷勺子 然后把银元 不断送回园上 交给两个哥哥 扩大耕地 增添牲畜 建筑房舍 那时候 白家勋的祖先 还在往那只 只有进口 而无出口的木匣里 塞着一枚铜元 或两只马钳 马勺发财的事 强烈刺激着圆上人 随之 出现了一个 进城学吹的热潮 穷汉家娃子 长到十四五 不再像以往那样 全都出门 去给人家 熬长工 打短工 而是背上薄薄的背卷 竟成学烹调手艺去了 陆马勺获得的成功 成为他们忍受艰辛和凌辱 以图出人头地的强大动力 人们尊称 开创这条生活新路的陆马勺 为少少爷 而后来不断加入到 这个行业里的人 被称为少少客 从此 开端一直延续到百余年后的今天 烹调手艺 仍然在六十四行 谋生手艺中 占有主体位置 白鹿园已出少少客 闻名省内外 陆马勺 无可质疑地成为 陆星之一门组里 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人 不仅仅是把濒临倒造的家业 振兴起来 重要的是 他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深深地影响着 陆家门组里 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显示着与白家 迥然相逸的家风和气象 陆马勺用他抡勺子 挣来的薪金和赏银 在白鹿村置地盖房 仅仅控制到土地房屋牲畜 可以在村子里 数上投家的程度 就适可而止 然后把心力 转到孩子的读书上头 马勺靠一把勺子 出入官府 和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 经见的大世面大人物 在整个家族的历史上 是独一无二的 大世面的气魄豪华 和大人物的威仪举止 深刻地唠嗑到心头 在他感到幸运的同时 又伴随着自卑 那种不断重复的生活经历 和越唠越深的印象 终于凝结出一个结论 要供孩子念书 通过科举考试 进入上流社会 坐一把椅子 站一个席位 那才是家族真正的荣耀 至于自己嘛 书到底还是个少少课 是把一碟一盘精美的菜传 挥潮出来 供大人阔人们享用的下人 只能在造锅前舞蹈 而绝不能进入自己创造的宴席 马勺娶妻生子以后 就开始实现这个目标 为此他一胎赶着一胎 让女人为他生育后代 女人却也像个爱生蛋的母鸡 一共生过十五胎 直到红绝腰杆不来精血 她的命里注定儿少女多 十五胎里有十一个女子 四个娃子 最后只有五女二男成人 她在孩子启蒙的头一天 就对孩子说 好好念书 中秀才 爸给你放草泡 中举人就放冲子演大戏 两个儿子许是智力平庸 也许是运气不佳 只有老二靠中秀才 此后连连再靠都不能中举 马勺死时 就把遗愿留给后代 记住 孙子增孙子 谁中秀才 中举人 或者进士 就到我坟上放炮想冲子 我就知道 陆家出了人了 这个奋斗目标 一代一代传下来 竟然连在老马勺坟头 放草泡的机会都不再有 陆子林对两个儿子 赵鹏赵海十分看重 丑定有实现祖宗遗愿的寄托了 不料中途而非 陆马勺艰难曲折的人生经验 是留给陆姓门族的第二大理论思想 他对两个刚刚懂事的儿子 简明恶药地灌输这种思想 无论你将来成龙或是成虫 无论是居官还是为民 无论你是做庄家 还是经商 以至学艺 只要居于人下 就不可避免要受之于人 就要受期 你必须忍受 哪怕是乳鉴也要忍受 但是 你如果只是忍受而不思报复 永远忍受下去 那你注定是个没冲息的软淡狗熊窝囊飞 你在心里忍着 又必须在心里记着 有朝一时 一定要敲到他头上 让他也尝尝乳鉴的味道 岳王勾鉴就是这样子 娃子啊 你打我就是园上的勾鉴 陆马勺一句话 概括了自己 把一个千古传颂的 卧薪肠胆 以图复国的岳王勾鉴 个性化 具体化了 为了加深娃子们的记忆和理解 他把自己酸心的经历 经过适当的改编 讲给他们 特别把自己冬天穿着单裤 携着讨饭马勺 走进省城的经过 讲得格外详细 在哪个村子被狗咬 在哪个村子的庙台上过夜 都讲得一丝不乱 到饭馆被炉头 用勺背勺眼 敲脑袋 打耳光 撕耳朵 拧脸蛋 也都一见不漏地讲了 只是把炉头 走自己后门的丑事 做了重大修改 说那个老畜生 把尿撒到他的脸上 那时候 他就是卧薪尝胆的勾鉴 他对后来报复那个老畜生的情节 也做了重大修改 说成了皇城里的兵足 成百人一波一波 往那个老畜生脸上撒尿 直到淹得半死 那时候 他就是重新复国 凌迟吴王的勾鉴 这个个性化了的勾鉴精神 就一代一代传流下来 成为陆家 在白鹿园撑门利护的精神财富 陆子林在坟园路上 是到小长宫时的一番作派 是对祖宗精神的一次演示 一种体验 一种发泄 或者是一种心灵感应 小长宫三娃子 乖局伶俐 而又善解人意 使陆子林屋院里 孤清冷静的景象 有很大改变 陆子林很满意这个小长宫 却仍然不大满足 因为这个古老屋院里的 孤清气氛 只有外表上的改变 而没有根本上的变化 尤其是到了晚上 三娃子和刘萌儿 在牲畜棚里就寝以后 陆子林躺在炕上 久久难以入眠 屋梁上什么地方 吃嘎响了一声 前院煞屋 什么地方 似乎有乌土 刷刷流迭下来 它就有一种 天毁地灭的恐惧 那种短暂的恐惧感 从心头缓缓退静以后 便是无尽的孤清冷静 那时候 她的心里连一丝力气 也焕发不出来 觉得整个世界 整个白鹿园 整个白鹿村 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 整个熟人生人 包括白家勋父子 天夫贤和月为山等等 也都一下子变得 十分可笑 十分没意思了 和这些人争斗或交好 都变得没有必要了 在那种心绪里 她甚至安静地期盼 今夕睡着以后 明早最好不要醒来 每天早晨她都醒来 醒来以后的心境 就决然不一样了 冬天披上两毛皮药 夏天穿上蚕丝黄衫 盗帘上锁下的各个宝 去督查丁 捐 官室 有一天 她路过南桑村时 听见一个妇人叫舒颜 声音听去很熟悉 却一时记不起来 转过身就看见 一个毛侧墙头 露出来一个女人的脸 正朝她笑着 她想起来 这是一个老想好 多年再为和她重温旧情了 露子林对男女知识已经厌倦 发生这种心性转折的关键 是大儿媳的死亡 以及由此引起 与冷先生的关系淡薄 她对那个系好裤腰带 走出毛侧的女人 只用一声就重新扯开步子 那女人紧走几步挡到路口 对她扬起脸 撅起嘴唇 露子林还是无法违反 众人给她的 见了女人就走不动的评语 这个女人给她留下 永久纪念的是那张嘴唇 她的红润的嘴唇 薄厚适当 细腻光洁 一张一盒 一弩一作 都充满千般柔情 万般妩媚 聊斗得她神不守舍 心筋摇荡 她看见她已经变得 灰白的嘴唇 虽然有点失望 然而那种 最令人神往的记忆 却被勾动起来 露子林无力拒绝 那个嘴唇里发出的 到咱屋里 做做么的邀请 于是就跟上她 走到院子门口 看见这个熟悉的院子 和依旧的安间房屋 露子林心里 就产生一股躁热 过去出入这个院子 和屋子的惊吓 和甜蜜 一起活现出来 进屋坐下后 她想向这个女人 表示一下关切之情 不料这女人 趁愿中夹着怒气 发泄起来 你是出娃来 就不管娃的死活了 露子林吓得脸色灰白 瞧瞧屋里 似乎没有人 当即后悔 不该进这个院子 心里也开始 鄙视这个女人 她坐监以前 隔三差四的 总给她 揭寄一些钱 并没忘记吗 凡是跟她相好过的女人 都可以证明 她不是负义之人 陆子林正打算 掏俩银缘 出来了事 那女人 接着告诉她 她的娃 都过十五岁生日了 常年躲在外边 不敢回家 开始躲圆上 后来躲到山里 越躲越远 她的男人不放心 坐着进山去看娃娃了 陆子林一听 就嗷嗷一声 开叹 哎呦呦 你咋不早说 女人撩起筋 擦眼泪 陆子林断然说 叫娃回来 回来回来 回来 女人说 你光说叫回来 回来了抓壮钉咋办 陆子林斥责说 我说叫娃回来 就是赶保险嘛 园上的壮钉 一个个都从我的手里过 我还没这点把握 女人说 我想把娃扔到你膝下 给你做干娃 陆子林惊喜地笑了 把立在旁边的女人 拦到怀里说 这主意好 本来就是我的娃嘛 她无法控制 重新膨胀起来的 那种诱惑 紧紧贴住了那张 依然柔美的嘴唇 它是什么 这种诱惑呢 这种诱惑 它是什么 这种诱惑 这种诱惑 发生的诱惑 如果我们做到 诱惑 优优独播剧 是什么诱惑 这种诱惑 是什么诱惑